心跟鼻心 那念阿彌陀佛大家很高興 不是阿彌陀佛不對 所以乎法沒有不對 是人的問題 所以我剛才說的 念一本經 那就是概率 你就要百分之百這樣去做 那不是共用福度 共用這本經典的祖書台頂 我們是 工經涉化環境的祖書台頂 我們要把它共用 依照奉行 你看完這本經你的生命就要改變了 所以各位這樣想 百分之百不是 怕你想好 明天才好 我來吃肉雜亂來 這個叫有所得 沒有慚愧心 那是說 我就沒辦法 明天做生意 我就沒辦法去賣肉 我很堅囂 這樣啦 這樣可以 不是說我給你想完了好了 當然你有世間的福 但是問題是跟解脫沒有緣吧 真心的畏佛法 然後這些護法上神 三個半也拔來給你保持 讓你更好控宛 是不是 他不是要幫你蓋寺廟 寺廟有什麼意思呢 弘法立身無障礙 這樣啦 所以我想各位在這一點 但每一個人都可以影響這個世界 但是影響世界最好的方式 兩次變 規依散步 聽自己的很久 聽呼的 不要聽你自己的想法啦 這樣聽有嗎 很多人在修行用自己的想法 用佛法來圓滿自己的理想 那根本不是佛教徒 他沒有依教奉行 佛陀在想什麼 地藏菩薩在想什麼 不是你在想什麼 所以這個叫規依散步 你要真心的 以之佛 以之法 以之精 然後呢 這樣來 勒請 祖父菩薩降臨 因為我們勒請來 我們是要遺跡的 佛就叫你當 不要啦 我放不下 我要塞 你怎麼有辦法呢 那你就要有所求啦 攀緣 不然就達不到你的目的啦 好 但是這道佛法神 可以做證明啦 如果你真的是按照佛法在修行 那他就會護持你這個修行 叫護戒 菩薩戒 菩提心 解脱道 那沒關係 看你是自己發什麼心吧 希望各位多收看生命電視台 將生命電視台所聽到的叫法 進入您的心 改變您的生活 幫助這個世界 護持帳號 1996-5232 1996-5232 護名生命文化基金會 大家好 我是指揮中心醫療應變組副組長羅一鈞 提醒您如果接受居家隔離或檢疫 要注意以下幾點 1 應與家人住不同房間 生活上應保持一公尺以上距離 2 常以肥皂施洗手或使用乾洗手液 3 盡量避免用手摸眼 口鼻 4 萬一手部接觸到呼吸道分泌物 務必要用肥皂及清水徹底洗手 5 除自己應戴醫療用口罩 同住者也請盡量戴口罩 提醒居家隔離或檢疫民眾不可外出 早晚量體溫 並確實回報衛生單位或禮干事 違反相關規定 最高可儲100萬元 並取消領取防疫補償金 請大家給正在居家隔離或檢疫的親友支持與鼓勵 奇妙的善報 家住在偏遠鄉下的小智成績優秀 他以優異的成績考上了大學 但錄取通知書收到時 他卻感覺非常的痛苦 因為他貧困的家庭 實在沒有能力為他支付學費 阿杜,你怎麼來了? 阿杜,我該怎麼辦啊? 我媽媽去世的早 只有爸爸一個人靠種田供我讀書 她身體又不好 我們家裡哪有那麼多錢供我上大學啊? 阿杜,你也認為我不應該去上大學,是吧? 年輕人,請問你們這附近是不是有一個池塘啊? 呃,是啊,就在那邊不遠處 你是從都市來的嗎? 哈哈,是啊,所以對這邊不熟悉的 阿杜,回來,不要過去 阿杜,我聽說都市裡的人都喜歡吃狗肉 哦,哈哈,是有些都市裡的人喜歡吃狗肉 不過,我也認為這樣做是不對的 因為我一直認為狗是我們人類最好的朋友 來吃吧,小傢伙 年輕人,不錯哦 這可是間明星大學 我就是這所大學的美術老師 等你去報道後,可以來找我哦 啊,您說您是這所大學的老師 是啊,年輕人 其實都市裡的人也有很多是喜歡狗的 等你到了都市上了大學,就知道了 正在專注繪畫的那位畫家 一不留神,腳下一滑 一下子,跌落進了池塘裡 啊,救命啊 啊,救我啊,救我啊 啊,救我啊 啊,救,救命啊 啊,救命啊 啊,啊 阿杜,你這是怎麼了 啊,啊,啊 啊,啊,啊 怎麼回事啊 阿杜,你是要帶我去哪裡嗎 救命啊 救命啊 哎呀 不好 小智奋不顾身地将画家从池塘里救了上来 但这件事情很快便被小智抛到了脑后 直到几天后 这位画家带着礼物登门道谢 这是怎么回事啊 那个有钱人怎么带着那么多东西来小智家里啊 我听说小智曾经救过那个人的命 人家是特意来表示感谢的 哦 真的是这样吗 小智竟然救了一个有钱人的命 这么说来他家要发达了呀 我真的非常感谢小智 如果当时不是他的话 我可就没命了 如果要感谢 你应该感谢阿都才对 是他看到了你落水 然后才跑过来让我救你的 当然也要感谢阿都了 来 阿都 我也给你带来了礼物 这位先生 请把这些礼物带回去吧 先生 我没有别的意思 这些礼物只是为了表达一下我的心意 你的心意我心领了 东西你拿回去吧 小智救人只是出于自己的善心 而不是为了什么礼物 先生我明白的 难怪小智那么优秀能考取明星大学 这跟您的教育密不可分啊 你说什么 小智考取了明星大学 小智 你真的考取了明星大学 为什么不和我说呀 爸 我不想去读书了 我们家哪有那么多钱供我读书啊 小智 你说什么呢 我就是杂锅卖铁 也要供你上大学 先生 我就在小智考取的学校任教 就让我来资助他上学吧 啊 你说你是小智考取到那间大学的老师 嗯 是的 小智读大学这几年开销 就交给我吧 老师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呀 应该说感谢的是我 你怎么道谢起我来了 哈哈哈哈 不 你能资助小智是我们的福气 哈哈哈哈 不会的了 他们俩是我的救命恩人呢 我们家什么都没有 我该怎么感谢你呀 要不你们把阿都送给我吧 以后外出写生的时候 也有个伴儿 阿都 你喜欢老师吗 看来阿都很认可你呀 好吧 看来以后 小智和阿都 都得由你来费心照顾了 就这样 小智顺利地来到了大学 在那位画家的资助下 他在那里用功苦读 四年学业完成后 便留在了都市找了份工作 平时他还加入了志工的行列 只要有需要帮助的地方 就会有他的身影 小智 小智 这周你还会去养老院帮忙吗 会啊 你们和我一起去吧 那里的老人很需要我们协助的 小智 你的心肠可真好啊 从小我父亲就教育我说 做人一定要善良 只要行善就一定会得到福报的 人人都说善恶有报 小智 你真的相信这句话是真的吗 当然了 要不是我救了那位画家 我也不会有机会来这里上学 所以说行善终是会得到善报的 我听说过 你曾经救过我们学校的那位画家 王教授 所以他才资助你上大学 小智 真是这样的吗 没错 正是王教授帮助我完成了学业 好久没看到他了 不知道他现在在忙什么 他总是到处写生 听说最近刚去了四川 而且还带着那只名叫阿都的狗 是吗 看来他真的蛮喜欢阿都的 你们知道吗 阿都原本是我家的狗 我上大学之前送给王教授了 据刚刚传来的消息 四川发生了强烈地震 很多游客受到惊吓 天井饭店倒塌严重 很多人被埋在废墟中等待救援 你们刚才说王教授 王教授去哪里协生了 就是四川 而且他说他会住在天井饭店 走 那里需要我们 我们得去那里协助帮忙 哪里需要帮助就去哪里 这是义工的宗旨 更何况在那里还有资助过他的王老师 请问你知道天井饭店在哪里吗 这里就是之前的天井饭店 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堆废墟 很多人都被埋在里面 那里面的人全部都救出来了没有 哪里能都救出来呀 目前只救出了十几个人 距离地震已经过去两天了 我看剩下的凶多吉少啊 这里有一位幸存者 你们快过来帮忙啊 先生 你可真是幸运啊 在废墟里掩埋了两天 竟然毫发无损 先生你有没有在饭店里 看到一位画家呀 他是不是姓王啊 身边还有一只叫阿都的狗 对啊对啊 他在哪里呀 他被掩埋在废墟里了 他的房间在底层 生存下来的机会不高 可能已经遇难了吧 不会的 他是好人 好人终是会得到好报的 他肯定不会有事的 小智加入了搜寻 幸存者的队伍 随着一位又一位的幸存者 被拯救出来 他又看到了希望 王教授 坚持住 我一定会把你救出来的 快来人啊 这里埋着一个人 希望是王教授 希望是他 他已经没有呼吸了 最近发现的幸存者 越来越少了 是啊 救援的黄金时间已经过去了 被掩埋在废墟下 活下去的几率是越来越少了 不 他不会有事的 我知道 他一定会活着的 王教授 你在哪里 你在哪里啊 年轻人 你的事情我听说了 你应该面对现实 那位王教授 很可能已经遭遇不幸了 你听 那是什么声音 哪里有什么声音 你仔细听 这声音 好像是从下面传来的 哦 我听到了 是狗叫声 这下面埋了一只狗 这是阿都的声音 我听得出来 我们得赶快救他 随着一步步深入的挖掘 狗叫声越来越清晰 当一块楼板被掀开后 阿都和那位画家 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王教授 阿都 快叫救护车 他还有呼吸 画家王教授 被送到医院后 没多久便苏醒过来 小致 真是谢谢你啊 你又救了我一命 王教授 其实这次救你的 还是阿都 如果不是他叫个不停 我们哪里能找到你们啊 是啊 人的一生往往会发生 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 我们帮助别人 也就是在帮助自己